2023年3月25号江苏天元拍卖连同微拍糖与宝翠 在严城举办的2023年春季全国古玩钱币博览会 一共两场拍卖会 我们就来看看这次的一些值得去探讨的成交银币 视频里的成交价都是以人民币计算 且都加上了15%的用金 极稀少的1900年吉林省造庚子 中兴太极光绪元宝库平7000二分银币 PCGS总数出分才33枚 这枚是同级中的寄军 PCGS U-53 42.55万成交 1903年吉林省造鬼博光绪元宝库平7000二分银币 PCGS总数出分才64枚 PCGS U-55 46万成交 1914年民国元氏凯项 共和纪念一元银币 PCGS S-93 46万成交 1914年民国元氏凯项 共和纪念一元银币 PCGS U-53 51.75万成交 PCGS同系列总数出分才40枚的 光绪24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库平7000二分银币 大花扁400银币 PCGS S-01 56.35万成交 光绪33年北洋造光绪元宝库平7000二分银币 PCGS同系列的寄军分 同分的一共5枚比这高的才2枚 PCGS S-SU4 57.5万成交 PCGS如何出分数的才17枚的 奉天省造光绪25年一元无圈板银币 PCGS U-53 80.5万成交 极其稀有的江南半元龙银币 江南省造光绪元宝无济年库平36分银币 PCGS这系列的亚军分 PCGS如何出分数的才8枚 PCGS U-55 345万成交 极其稀有的江南省造庚子光绪元宝 库平36分银币 PCGS这系列的寄军分 PCGS如何出分数的才5枚 PCGS S-S-40 356.5万成交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拍出这样的价钱 你们认为是预期的吗 还是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帮我爱一按了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 今天分享到这 下视频再见